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创作形式的风格就是模样形式 就是跟台湾的环境地景有关系的论述 那我作品一直以来都是跟土地情感跟环境观看有关系 那早一些年是以废析作为一个个人创作符号的一种形式呈现 就在这种最灰溪的场地上面加上一些跨时空的一种现实元素的制度 然后也很像一个计程呈现 那里面会有主观安排的一些情景 有些象征我们的动物或者说这种单纯的象征物件 创作的动机就是以对台湾土地环境 文明过度发展或者说一种产业变迁的一种怀旧跟感上情调 还有一种就是对未来环境发展的一种 但忧虑跟当然的想象 这样 在一些消极悲观的背后有一些热观的一种生命期待跟奇袭在身上这样子 这次展览的作品比较属于不是正规的环境是空的 就是属于另外一个主体系列的 比较偏向台湾风景的一种呈现化 那因为我们平常我喜欢我应该算是风景花家 就是会在台湾各地去寻找一些我觉得有喜欢的风景跟题材 那这次都比较属于偏向自然田园的一种题材 那我们小时候花花就是纯粹为了花花的话就是会到处去写生 那其实这次也是有一种寻找一些台湾特殊的秘境 因为它不是什么大山大景 但是它却是心中的一个对台湾土地风土的一种一种依恋跟喜好 那用一种比较细致心碎的细腻的笔触 呈现一种个人顾虑的一种维画情况 比较简单的作品介绍是这样的